好來看一下題目 這個打點計時器 然後有AB兩部車子 然後打的點點長這樣 如果是同一個打點計時器 那代表什麼意思 兩個的點跟點的時間間隔是一樣的 過去的題目幾乎都長這樣 但是你可愛的學測考過一次 打點計時器的時間間隔是不一樣的 哈哈哈哈 所以同時之後我們就愛上這種時間是不一樣的 因為會跑最偉大 會跑最偉大 好反正正常就這樣 兩個一樣的計時器 所以點跟點的時間間隔是一樣的 時間間隔是一樣的 那請問你 誰做等速度運動 誰的速度比較大 看不用算 這不用算 這是看圖就知道的事情 第一種題目就是不要算 我只要看圖就會了 誰做等速度運動 誰做等速度運動 停車站借問 我們找可愛大帥哥 21 21 都是喔 兩個都用等速度運動 請做 答案叫做都是 因為上面顯示 都是經過相同的時間走過相同的距離 所以兩個都是做等速度運動 大家講過如果要講速度的話 一定要講正題叫做 相同的時間走過相同的位移 這樣子他都做等速度運動 所以一個答案叫做都是 那第二個問題是問 誰比較快 剛剛跟你講過了 打點計時器的keyword 關鍵字叫做 點跟點之間的時間間隔是一樣的 那他們是同一個打點計時器打出來的 所以他們兩個的時間經格都怎樣 一樣 如果上面這個是兩點之間間隔10分之1秒 下面也是兩點間隔10分之1秒 於是問誰跑得比較快 這個用鼻子想就知道了嗎 用鼻子想就知道 又不到大了 帥哥美女 小女生我有10號 為什麼要鼻啊 你說鼻為什麼要鼻啊 健格一樣大所以鼻喔 健格比較大 請坐 可是小女生 這個是嘗試就可以知道的是好嗎 這個不需要什麼知識可以嗎 這個小時候就有感覺了 用小學觀念就可以解決了 這不需要什麼知識啊 因為在相同的時間間隔 逼走得比較遠啊 距離比較遠啊 位移比較大啊 所以他的速度就怎樣 比較大啊 很簡單啊 同樣跑5秒鐘 這個跑20公尺 這個跑10公尺 但是20公尺走得快啊 這需要什麼知識嗎 不用吧 不用吧 嘗試嘛 嘗試啊 一開始就想說 這個屌子屌子 小學都會了對不對 距離處理時間 小學就會了啊 我們沒有叫做的新玩意啊 小學就會了嘛 OK 所以呢我們答案就是 B的速度比較大 就是簡單的一種題目 目前為止都不要計算 就是我把圖形點給你看 請你告訴我 他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都不用算 看圖就會了 OK嗎 OK